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特報 聯亞的EUA沒有過關 現在有些人就講說 就代表說我們的EUA很棒 我們的EUA審查是國際級的 這是昨天這個年代的主播 我們的亞晴姐講的說 中華民國的EUA就是國際認證 很多人聽完之後說真的嗎 我們這麼跟國際接軌嗎 但是講到說聯亞EUA這件事情 很多人在質疑說 你陳時中怎麼會在EUA之前 去廣播節目上面 好像誇獎了他 讓他的股價一直往上走 後來又急墜 因為EUA沒有過 招質疑說是不是操盤手 因為他當時講說 聯亞生產力非常好 反應槽很大 這個生產的量能很高 但是後來EUA沒有過 他說也沒有辦法 但是這是不是在做這個操盤 是不是有這個疑似拉抬股價 然後坑殺股民 昨天大家問到陳時中 他就講說有嗎 我有承讚過高端嗎 這個應該是說聯亞 我有承讚過聯亞嗎 我沒有承讚過聯亞 那請問這一個誇獎到底是什麼 所以讓大家覺得說 翻臉翻這麼快 還有另外一個翻臉的事情是說 他本來沒有要公佈聯亞EUA的審查紀錄 是被大家批評說 這是黑箱作業吧 為什麼不公開 應該要像高端一樣公開 他就說他就沒有過 EUA沒有過那不要公開 連很多民進黨人都講說 不可以這個樣子應該要公開 昨天就是說改口 就是說我們會公佈一些審查紀錄 民進黨團也出來開記者會說 這不是法夾彎 這只是沒有表達清楚而已 好了那現在EUA沒有過 那個訂金怎麼辦 那個錢怎麼辦 聯亞是老心宅宅不擔心 他說這個對我們財務影響有限 因為我們已經收了50%的訂金 50%訂金哪裡 我們的納稅錢 我們的納稅錢 是不是被拿去擺擴了 蔡壁如呼籲說要公開 這個疫苗的契約 他說聯亞EUA審查過程沒有通過 但是沒有通過前政府 就先給了一半的訂金 現在要要求公佈這個契約 因為我們民間的企業 包含了像台積電鴻海 上次去購買BNT 也都有公佈價格數量 還有預估的到貨時程 憑什麼這個政府買的疫苗 你都不公開 是拿政府 政府是拿人民的納稅錢 在擺擴嗎 陳時中你不會覺得 對不起人民感覺羞愧嗎 所以很多人都在下面 在那邊罵聲一片 就說真的是把人民當白痴耍 這個50%的訂金 恐怕只有政府會這麼大方 這就是一種台灣價值 這樣子給聯亞就對了 這樣就是挺國產疫苗 聯亞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輕鬆 我有看過聯亞裡面工作群組 因為訊息裡面充滿了悲憤 我形容是悲憤 但對方跟我講說是尖銳 因為他已經不行了 他形容什麼 台灣政治黑暗 CDE董事長吳秀梅太可惡 如果真的有在這些群組 或工作訊息裡面 你就看到聯亞沒有你想像中 現在如處之泰然 所以他嚴審聯亞 他現在是敢怒不敢言 真的是敢怒不敢言 你應該也有些朋友在聯亞 你就知道聯亞現在是失望透頂的 如果真的要兩個比起來 我不是專業 我不懂怎麼比較 如果你跟我講說這條新聞 跟新聞兩個好看 我跟你講我可以跟你說 但這個疫苗跟這個疫苗 我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我從聯亞跟高端 其實高端我去過 跟聯亞他整個目前為止 拿出來的報告 跟政府的態度 我真的沒有辦法同日而言 加上我前幾天訪問 以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陳一鳴 他是專家 他的頭銜現在有三個 就是有關疫苗的 他就直接告訴我們 高端跟聯亞裡面的技術 跟他們努力的程度是不同的 可是我們政府狠狠的用 兩百萬劑的錢打他一巴掌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就是打趴聯亞拉高端嗎 不是 這整個你不覺得套路 那你覺得就是一個劇本 我直接講 禮拜天聯亞要去做EUA的時候 然後高端同時間巴拉圭 那邊好像也有 也要EUA註冊 不是跟巴拉圭申請 結果禮拜一 高端不是開始登記 然後EUA下午就沒過 你不覺得整個 怎麼事情這麼巧合 所有東西都是高端 那天整個禮拜天跟禮拜一 兩天 總共四折以上的高端聯亞 高端聯亞 而且高端每次的操作 全部一定都在禮拜天 為什麼 最多人看 是不是 股票才會漲 五天 財經 專家 宅宣 你應該懂游是哥講的意思 每次都是禮拜天 為什麼呢 為什麼聯亞 禮拜一開放很重要 對 而且完全不公平 那一天的EUA經過 以一般的公標案 我相信很多人很清楚 進去之後廠商會告訴你 最後原因 然後告訴才會很禮貌的 因為為什麼 每個來跟政府幫忙協助的 政府都心存感謝 聯亞是被人家羞辱的 他拿了資料之後 自己進去再開專家會議 拜拜 聯亞的人直接在裡面講 我們是那一天兩點看 陳時中跟所有記者 一起看直播 我們才知道我們沒過 是 你知道那我這陣子 我花的這些錢跟人力 我們在幹嘛 而且第一 第二 第二 當初在要審EUA的時候 審查會議 包括CDE 他們有去建議 因為台灣的疫苗 不是只有所謂的綜合抗體效價 大家知道 病毒進到你人體的時候 第一時間進來的時候 先綜合沒有錯 對不對 但是再來 病毒要繼續在你體內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靠T細胞 殺手跟記憶 這些六大 七大流程 你的細胞 有辦法殺死這些病毒 新冠肺炎 你才能真正的不會重症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然後蓮亞有去跟CDE講說 不好意思 後面的T細胞的指數 應該也要我們把它一起列入 這樣考試才公平 對不對 有的學生第一題不會打 可是第二題 第三題 我打得很好 他不要 我就是要打第一題 請問一下 那你是問哪個學生 這考驗為什麼 深論題 你全部只有是非題 深論題 選擇題 你全部都不給人家打呢 我不懂 整個全部腐著痕跡這麼明顯 現在把蓮亞打死了 然後蓮亞 我現在講一個 如果蓮亞去了國外 用印度第三期Delta 因為蓮亞的技術就是 它不走 它是極蛋白技術 可是它有六支都可以去做 高端只做那極蛋白的S1跟S2 簡單來講 如果我們是一把鎖 蓮亞只有一個鑰匙可以開 是 不是 高端只有一個鑰匙可以開 蓮亞連做六把 所以感覺起來 政府對於蓮亞有特別特別的嚴格 因為蓮亞連Delta都可以 但是如果政府要這樣特意的 對蓮亞特別的嚴格 那是政府對不起蓮亞 可是為什麼要拿我們這個人民的錢 拿去付這個50%的定金 只為你要捧高端 然後去打擊蓮亞嗎 我們先問一下欣哲 我是對疫苗 疫苗這個我比較 我不是專家 我不是醫生 醫療專家 我沒有醫學常識 但是在 我看到的是這樣 陳時中 我覺得他現在 他滿像一個 可能他現在有多了一個 就是本來是醫療常識 他現在可能又多學了一些經濟 還是學了一些文化 因為我覺得他現在 像他有時候講話會忘記 因為為什麼 我們有時候在講話的時候 如果是前一天臨時備的時候 很容易忘記 那衛福部長是誰任命的 整個國家的局勢怎麼走 是誰在誰在操作的 蔡總統管的是國防外交 這些細項是行政院長在管的 那一個衛福部長 你要開記者會之前 你的記者會內容 需不需要跟行政院長通報 需不需要跟讓行政院長知道 那現在他的公開說的話 我想都是受到孫昌署義的 那至於說其他部會 包含這個接受訪問 接受訪問還是什麼 我覺得大家的那個官帽很重要 我覺得陳時中為什麼一直有變來變去 你不學那些變來變去 跟我們之前看到的嘉靈嘉靈嘉靈的陳松 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為了可能為了守護他的官山帽 他現在所有的轉彎 都跟五倍券轉彎不是一樣嗎 所以這個最大的問題 是在於蘇貞昌 經濟部也是他管的 衛福部也是他管的 就是蘇貞昌在操控這一大片的劇本 也許不是他個人 可是有他的幕僚 劇本寫好 你們部長就是怎麼做 那就像剛剛有志哥講的 為什麼都會在禮拜天開記者會 因為禮拜一要開盤 那至於這些股票誰買的 我講真的 說實際上真的沒有買 因為他沒有那麼笨 到底是誰買的 我們不知道 那我覺得聯亞 聯亞說不定這個也是一個劇本 現在EUA沒過 我現在是股價低價 股價低價都買進 那怎麼知道後面會不會上漲 這些東西 這個50%我覺得這50% 我覺得大家一定會攻擊 這50%為什麼要付錢 但是我覺得現在EUA沒過 只是一個劇本 這樣價錢還會慢慢往下跌 那到時候買進的時候 聯亞又變是台灣第二個高端了 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個聯亞 黑幕重重 這樣被講起來 可是聯亞是不是就本來 我生出來 我就是要陪榜的 我就是陪著高端 一起來玩的 我覺得政府在處理 整個疫苗審查的過程 就是黑箱重重 我們今天早上 才開了一個記者會 你可以看到他從之前 整個EUA 他可以換一半的審查委員 換我自己的人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現在知道裡面是哪些委員嗎 請問媒體人知道嗎 有媒體報過嗎 EUA的審查委員是誰 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 那我們還說是國際認證 人家國際上EUA都還直播 我覺得張曉晴講這句話 真的非常可笑 蘇貞昌認證就好了 他到底有沒有看過 人家美國是怎麼審查的 美國在審查EUA的時候 所有的委員 所有的話 通通錄影 而且可以公開 是 都知道是誰 為自己講的話負責 請問我們的EUA審查 能跟人家比嗎 到目前為止 還是張曉晴 他自己已經知道 EUA的委員是誰 偷偷有綠營的人告訴他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你這網上全蓋起來 更可笑的是什麼 他的會議紀錄 還要去世別話 誰說了什麼 不能讓你知道 專家ABCD這樣子 而且那個會議紀錄 高端的審查結果 第一時間說大家都同意 只有少數兩個有意見 結果真的認真看一下 也不是這麼回事 是有條件的同意 很多人都指出了一些問題 然後這一些狀況 他今天為什麼不敢公開 第一時間聯雅的 他也不想公開 為什麼 他怕拿來比較 就是說你對兩家 你至少你應該是一樣的原則 剛剛友智提到一些質疑的點 就是說如果有另外一家 比較強項的部分 為什麼不能放在審核的標準裡面 然後一定要用 好像對另外一家 比較有利的標準 你這個到底是為什麼 如果你可以把所有的紀錄 通通攤開來讓大家看 大家的疑慮是不是就可以減少 就可以避免這一些猜測跟想像 但是現在整個衛福部的做法 他越掩蓋 其實大家的質疑越深 對啊 就是你當中一定有鬼 為什麼你不敢讓大家看 不敢讓大家知道委員是誰 不敢讓大家清清楚楚 看到整個審查的過程 你如果審查高端跟審查聯雅 在那個過程上面 有一些差異化的對待的話 那國人有權利知道 那聯雅如果要抗議 也是應該的 我覺得聯雅應該有一些聲音 不敢講出來 所以他特別一有所指說 我的Delta 我是有辦法 然後他意思在說什麼 另外一家有辦法嗎 你如果真的要論高低的話 我真的有比較差嗎 那所以其實作為一個政府的單位 你對待廠商 你不可以有大宵夜 也不可以有分別心 你就應該是同樣的一個標準 那另外一個我們 你真的要扶植國內的疫苗廠 走出來走到國際去 你拿到國際認證是必要的 你所有的標準 比照國際做是必要的 要不然你這些疫苗 我們在國內打了 蔡總統雖然率先打了很高興 請問那這個 其他國家可以認定你嗎 今天有些國家說 我需要知道你打了疫苗的 你才可以進到我國家的這些 請問我們的國產疫苗 有被名列在上面嗎 沒有 有被認可嗎 所以這些通通都是問題 那但是蔡政府 他現在對這些問題 他通通都不想回答 他以為做了很多文宣 以為蔡英文跟賴清德 出來打了高端之後 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了 因為總統副總統都打了 你們還質疑什麼呢 就暗定明星 那我們這個就一定有保護力 但是今天 今天我們開了記者會 那個陳一銘 理事長他有提到 你有個問題 像高端這一個疫苗 他對於65歲以上的這個保護力 其實是比較弱的 他們自己在食藥署的說明裡面 也提到有三種人 一種就是65歲以上 那我跟大家講 蔡英文總統即將滿65歲 那面對這樣子 他是國家元首 他打了一個保護力 相對比較弱的疫苗 這個對於我們的國家安全是對的嗎 而且你看看美國 美國現在因為是Delta 現在將來大家對付的是Delta 美國現在Delta 一定要打第三劑了 他9月20號 蔡英文要打三劑高端 對 他一定要打第三劑了 那請問我們自己國產的疫苗 他對付Delta的保護力 到底有多少 我們的元首 他如果只打這一款 這樣子真的夠嗎 蔡英文他周遭的這一些 他的醫護團隊真的有好好的在幫我們 總統的身體健康在考量嗎 疫苗不需要扯政治 但是現在民進黨的人士 好像打高端 才是愛國的表現 才是愛台灣 我覺得這是完全的錯亂 所以應該是 要把這件事情回歸到科學 而且蔡總統自己要考慮一下 你打的疫苗 應該是保護力最好的疫苗 比較好吧 好 我們就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